到1957年第三屆公演 唐迪生根據元朝張秀卿 《紅離記》集劇 改編而成《蝶影紅離記》 蝴蝶翩翩飛龍 只引我奴挖驚 粵劇名《零白雪仙》 這日就以任白慈善基金名義 宣傳他主辦的唐迪生戲簿 《蝶影紅離記》 已紀念粵劇界一代編劇大師 唐迪生名秀一百周年 這套劇目還是由陳寶珠和梅雪絲主演 師姐還大贊唐迪生對粵劇界 所作出的貢獻 這套劇唐迪哥寫得好 我們希望不要浪費了它 因為這套劇 裏頭他們感情的內心變化很多 所以我也希望他們盡量在劇院看了之後 消化了 我在劇中人不做得十足 盡自己的力量做 做到惡惡 這就是最好 我都會盡力用心去演唱 有些仙姐指導 有些爹和我拍檔 我的信心大 這次你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又是怎樣 高 當然盡量要好 應該是一次比一次好 要有信心 要細心去研究劇中人的角色 和感情方面 寶珠姐表示這次應該不會加場 因為未拍過這個劇目 需要花更多時間去排練 同時計劇之後儀師會換演出 系足令務 中共公司 加州 加州 萬施